石头地里蹦出鲜果 到底有多鲜 我拔给你看 这个是从石墨花里面种出来的 鲜果看颜值 不同的长相 味道有玄机 这就是你要的人参果 人参果还能入菜呢 外表呆萌又可爱 是瓜是果 不明白 这里边怎么有籽啊 水质盘中餐 带您走进石林人参果 鲜果有多鲜 水质盘中餐 让您吃得明白有心安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食材 那可了不得 这是一种鲜果 传说磁果是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吃上一颗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您可能会说了 难道是西游记里振元大仙的人参果 答对了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它 人参果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参果了 好像和电视里说的不大一样 它来自我国人参果的优质产区之一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一族四支县 从外星上来看 你看 这个有的是花纹比较多 有的花纹比较少 有的是长的 还有的是比较圆的 难得一遇传说中的鲜果 我一定得尝尝味道 好甜啊 里面还有汁水 很多汁很好吃 再尝尝这个长的 虽然水分也很多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甜 这味道差别也太大了 这个形状不同的人参果 味道怎么就差别这么大呢 那我们很想知道啊 这活在传说中的鲜果 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的探险小分队就将带引导拥有 16万亩人参果种植面积的 云南省石林一族四支县 探究人参果味道的秘密 石林一族四支县 凭借其独有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访 但很少有人知道 人参果正在这片土地上 点石成金 这里的人参果味道究竟如何 甜还是不甜呢 您吃过人参果吗 没有 没有 就像一个小娃娃那种早期 又液滴又鼻子又嘴巴那种 嫩滋味道怎么样 跟肉不差不多吧 不辣好吃 有点像黄瓜一样 如果熟透那种很甜的 人参果老白吃了 是吧 人参果到底什么味道 大家众说纷纭 为什么有的人说人参果甜 有的说不甜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探寻小分队 去石林本地的人参果种植基地 一探究竟吧 来到人参果种植基地 记者却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知道你在干嘛呢 你信不信我可以给你徒手碎大石 别玩石头了 赶紧去找人参果吧 记者围着这堆石头转悠来转悠去 莫不是真想碎大石 这石头看上去 确实跟不同的石头不太一样 但是这和人参果有什么关系呢 这石头够大哈 我来试试看 其实并不是记者有什么功夫 而是这种石头裂缝很多 顺着裂缝一掰就碎了 可是明明是来找人参果的 记者为什么要和这石头过不去呢 我为什么要和这石头过不去呢 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人参果的 种植基地里全都是这种石头 我们下去看看 记者发现了其中一块玉米地 地里也是这种石头 我原本以为这个石头 只是在这个地表表面铺了一层 但是我往下挖的时候发现 很深的地方也还照样是石头 所以在这种地上 到底怎么种出人参果 中国其他的东西 比如鲍骨 马铃铸 但是这个石头地 对这些作物的生长是很不累 长是很不好 这些地原来都没有 一样都没有 中国都是石头 黄山泡 没人要 原来的这一片片黄山 连粮食都种不好 真的能种好人参果吗 这石头地上种出的玉米 叶子都发黄了 新果种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着近20年人参果种植经验的黄书记 正在种植基地里查看果子的长势 我们洛华村呢 就是人参果有四七多 你看这个土质 这个就是石墨化了 一碰就碎掉了 一碰就碎掉了 石墨化是指地表土壤损失 生态环境退化 导致基盐裸露的一种现象 虽然种不好粮食 但是没想到 这人参果还真从这石头里蹦出来了 而且长是喜人 这是为什么呢 人参果现在陆西已经成熟着了 差不多到9月份到10月份才是它的封产期 就是现在还没到封产期 是的 那说到底你们为什么要在石头上种这个人参果呢 它不仅那个种出人参果 而且种出来的人参果了嘛 它的口感是又香又甜 人参果是原产自南美洲的一种茄科植物 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 目前在云南 甘肃 河北等地多有种植 但是石林种植的人参果 竟然能从石头里蹦出来 而且这石头地竟然还能让人参果又香又甜 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把它给你看 这个是从石墨化里面种出来的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根系又细又长 而且还陌生 它这个根系那么它会在石头里面 它会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养分 所以说人参果就是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植物 是的 是的 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活下来的原因 在石头里 对对对 茂密细长的根系 是人参果可以在石头地里长成的原因 可是书记凭什么还说 这石头地里种出的人参果更甜呢 石墨化这个缝隙海道 透水性很强 所以这个人参果 它的展示就非常得好 为了展现石墨化土地的透水性 我们准备了一半石墨化土和一半普通的红土 用清水模拟灌溉水同时倒入 从两者结面上可以明显看出 石块间缝隙大 水流速度更快 不容易积水 因此也更加适合怕烙的人参果 在云南的雨季里生长 你摸一下这个地上的这个石墨化石头 地上石头很烫吗 对 我估计有四十多度呢 石墨化地表的石头摸起来发烫 但它真的有四十多摄氏度吗 那边也有普通的土 你测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的 普通的土壤和石头地 在同一时间温度会有多大差别呢 所以这个石墨化了嘛 它白天了嘛 比一般的土壤了嘛 它的威度是很高 到了晚上了嘛 它这个石墨化了嘛 比一般的土壤了嘛 它的威度就低了 所以说这个石墨化了嘛 它种出来的果子了嘛 就是分长的铁 因为它的威差是分长的大 充足的阳光 是云南省发展水果种植的 一大自然优势 石墨化的土地 也充分利用着大自然的规律 让人参果的口感变得更甜 更好吃 我教你怎么吃这个人参果 还有特殊的方法呢 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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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刮一下皮 按摩 按摩一下 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刮一下呢 因为只要刮的话 它这个皮子容易撕掉 就容易撕下来 对对对 然后确实颜色都变了 非常透明 透明 精英剃透的 对 精英剃透 看来吃人参果手法很重要 给果子全身按摩后 不仅更容易撕皮 整个果子的颜色 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加鲜艳诱人 那按摩完的人参果 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挺甜的呀 不像大家说的那种没有味道 其实还是挺甜的 这个是这样 现在只是打到一个七八成熟 如果打到一个九成熟的话 九成熟 十成熟的话 比这个还更甜 那大概成熟的时候 甜度能达到多少 完全成熟的时候 它的甜度可以达到十四度 十四度的甜度 可以和一般的西瓜 苹果等水果的甜度相媲美了 那这七八成熟的人参果糖度 又可以达到多少呢 十二度 表现不错 人参果不愧是鲜果 不仅从石头里蹦了出来 变得好吃 还为本地人的生活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我们这边的石墨化徒弟 十块钱一亩都没有人租 现在种植这个燃色果的话 现在是种出来的燃色果 又甜又好嘛 现在目前是一轻五都不可租 种了这个人参果 国家的生活都挺高的 小孩也都熟了 家家都是一样 钱也有 新房也盖了 石墨化徒然对这个 种植人参果是比较适合的 可以说是 也是大自然赐予 我们这个地方的 独一无二的 比较好的一个恩赐了 石林人参果味道甜 也带领着贫困村脱贫致富了 但是能够带领贫困人群 致富的甜果子 可不止这一种 它凭什么叫做人参果呢 难道它真像神话里 传说的那样 吃了可以让人长生不老吗 有可能 但是人参果了嘛 它在水果大洲是长生不老 这个人参果了嘛 它在诗文的调节上 它可以储存八年 为了测试人参果的保鲜周期 我们买来了桃子 香蕉 和人参果一起做保鲜实验 七天后桃子缩水变小 香蕉黑点变多 而人参果仍旧没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人参果了嘛 买回去了嘛 它不怕化 吃了这个人参果了嘛 营养很富富 抗氧化 人参果抗氧化 是保鲜时间长的原因 除此之外 人参果的挂果时间也长 因此每年的七到十二月 是人参果果农最忙碌的半年 这六个月里的每一天 人参果果农都要在果园中 寻找适合采摘的人参果 你采摘看看 应该摘哪一种的呀 需要这一种 这种就是达到七八成熟了 这个就可以摘了 对对对 这个就可以发货了 行 那我帮您摘一溜 好 采摘人参果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法 但是因为它的植株很低 所以低头弯腰 成了采摘过程中很累人的事 记者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才采下二十几颗成熟度较好的人参果 人参果分批成熟 不同成熟度的大小颜色味道都不相同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 要怎么挑选到更甜的人参果呢 第一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荒味 有没有荒味 第二就是你看一下它的瓜子 第三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芳华 这样的果子了嘛 就是最甜的了 要想吃到更甜的人参果 颜色是重要的挑选标准 但是演播室里出现的 长形的和圆形的人参果 味道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看来这鲜果的味道 似乎还另有玄机 我们的果子了嘛是会七十二遍 原来的果子了嘛没有这么甜 这人参果还真能七十二遍 莫非真有神仙 要解答这个问题 顺着黄书记的指引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有着三十多年人参果研究经验的陈奎 正在教团队如何育苗 我正在给人参果育苗 我们育出的苗能覆盖七万多亩的种植面积 石林人参果正在逐步实现规模化种植 要想人参果味道更甜 看来还得从娃娃抓起 那这些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灯的来头可大了 如果人参果没有这个灯 它的这个甜度 还有这个人参果的生长 需要它是不能成功的 没想到这灯对于人参果来说这么重要 那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你看我们是竖起来把它立体化种植 立体化种植它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照不到光的 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这个植物专上补光灯 就是能可以补到每一个角落都能补到 大自然里的光不就是白光是透明的吗 我们也有这个白色的布光呢 那为什么有了这个白色的光 还需要这些彩色的灯光呢 它是育苗的时候需要蓝光比较多一点 有叶面光合作用 芽苗展成的时候 它需要这个白光 促使它生长 根系发达 红光的时候调合它的这个叶 这个茎 还有它茎感粗壮 它这是每个季节需要不同的光来补充它 不同颜色的光能够多方略促进 人参果果苗的健康生长 每一种光的颜色都针对这人参果生长的不同需要 健康固然是口感的前提 但是黄书记说的七十二变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咱要给人参果相亲了 相亲 相亲 没听错吧 给人参果相亲 这和七十二变有关系吗 给你一个工具 这不就剪子吗 对 咱就立中它现在 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先是说给人参果相亲 这又拿出了剪刀 哪有相亲带着剪刀的呢 咱们现在先取人参果的这个副本 什么叫副本 就是开这个白花的 然后把这个叶剪掉 花剪掉 要它这个中间的这一点 有芽的那种位置 有芽的这一点 你现在去剪一个人参果的母本 那什么又是母本 先找一株花 上面的蓝色条纹比较多 旁边呢 它就是没有开花的那个花固度 就是母本 在这里白色花是副本 有蓝色条纹的是母本 记者按照刚才的步骤 取了一件人参果果苗的母本 咱们这就算给人参果相亲完了吧 没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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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记者在这儿 还发现了个无糖品种 水果 大家都爱吃甜的 为什么还要培育 不甜的人参果呢 别因为这个不甜的就不好 在我们当地也是一种宝贝 不甜的人参果 也是宝贝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 记者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 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 别跑题呀 我们要找的不甜的人参果 到底在哪呢 姐 我是来找人参果的 别急 再跳一下 你看 是 再跳一下 一族同胞们热情似火 常用歌舞来欢迎远方的客人 但是这里真的有人参果吗 姐 这跳也跳了 人参果到底在哪 你别急 二十玛 上菜 这就是你要的人参果 人参果还能入菜呢 对 你来尝一下 原来我们要找的人参果 就在菜里 这满桌的人参果菜肴 到底是什么味儿 能好吃吗 还真有那种果子的香味 然后参果有点甜 对 就是这个不怎么甜的 就我们就拿来当蔬菜 来炒着吃 来炖着吃 所以说这个蔬菜型的人参果 就只能用来炒 也不是 也可以三吃 也可以三吃 对 来你尝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蔬菜类的 你看果子也非常好 那个水果类的 长得确实不太样 对对对 看来这应该就是 我们在演播室里尝到的 不甜的人参果 这种果子 个头更大更长 糖度低 所以在当地 多被当成是蔬菜食用 如果生吃的话 就特别适合养生的人群来吃 因为它本身 这个是低脂低糖的 就是老人也可以 孩子也可以吃 鲜果七十二变 变出了多个品种 甜的也有 不甜的也有 甚至都变出了像西游记里那样 人形的人参果来 可是记者发现 市面上还有一种果子 颜色不太一样 这种绿油油的人参果 真的是人参果吗 这几个绿色的人参果 是我们刚刚从市场上买来的 那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它到底是不是人参果呢 咱们现场检测 还是从中间 这里边怎么有籽啊 我刚才吃的那个人参果 明明是没有籽的 怎么说呢 有点老黄瓜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和黄色人参果壮脸的绿家伙 到底是什么呢 有请专家解答 这种绿色的人形的是甜瓜的一种 也有用西芙芦芦来做的 在种植的过程中 用了这个塑料模型套在果实上 所以长成了酷式婴儿人形的模样 但并不是真正的人参果 真的人参果呢 由于含有较高的钙 锡 氨基酸 和多种维生素 营养价值比较高 这类绿色的更多是 三家的一种销售噱头 原来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模具 把甜瓜种植成了人参果的样子 但是这个甜瓜就是甜瓜 您长得再像 味道可是完全不一样 那说到长得像的问题呢 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 还真是挺犯愁的 有些水果天生形似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到底要如何区分 它们究竟都是谁呢 三个瓜里 谁才是真正的新疆哈密瓜 我知道正宗的新疆哈密瓜呢 它的颜色呀 往往呢就是绿中带黄 甚至是黄色的 而且它的外形呢 应该是椭圆形 所以说这个一号瓜就很可疑了 你看这个绿呀 绿得非常彻底 这个圆形啊 相对就不是那么的椭圆 甚至更圆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 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哈密瓜呢 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呢 就是表面很粗糙 因为哈密瓜生长在 砂质的土壤里 所以说呢 它的表面摸起来呢 纹理感应该特别的强 这个二号呢 看着纹路是比较密的 但是摸起来 其实相对会比较光滑 这个三号啊 更粗糙 而且这个摸时间长了 有点拉手的感觉 手都有点疼 所以啊 正确答案是 三号才是正宗的 新疆哈密瓜 您猜罪了吗 一号瓜 表面网纹明显 外形接近圆形 切开后 瓜绒黄 边缘绿 这种是西州蜜瓜 二号瓜 表面呈条纹状 手感比较光滑 这种叫喀纳斯蜜瓜 三号瓜 表面网纹粗糙 表皮发黄 椭圆形 切开后 瓜长和边缘都是黄色 这种才是正宗的 新疆哈密瓜 两个红苹果 哪个是蛇果 哪个是花牛苹果 我手里现在拿的 这两个苹果 看起来是不是 非常相似呢 其中有一个 是大概能卖上 十块钱一个的蛇果 有的呢 也就是普通的 花牛苹果 大概三十块钱左右 三倍的价差呀 您能分辨得出来吗 蛇果的明显特征啊 就是它的棱角 特别的明显 而且呢 表面没有纹路 颜色很红亮 就像这样的 而像这个苹果呢 它比较圆润 而且有明显的条纹 这样的话 它就一定不是蛇果了 蛇果 颜色红亮 外形棱角分明 切开后 汁水相对较少 花牛苹果 纹路明显 外形比较圆润 切开后 果肉为青白色 汁水相对较多 今天我这双会员啊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那就是咱们的主角 人参果 究竟人参果 要如何挑选呢 首先 外形 越圆越好 形状圆的呢 一般比肠的 要更甜一些 第二呢 就是这个颜色 你看啊 这种紫色呀 越多越好 那紫色条纹如果多呢 就证明它的受光比较好 花青素分泌的较多 营养就高 第三点呢 就是啊 我们要看一看 上面有没有黑点 这个黑点是越少越好的 这些斑点呢 就是不通风和运输的挤压 所导致的 所以呢 我们要挑黑点少的 不容易腐烂和损坏 从前呀 我们对于人参果的了解 大多都停留在 西游记的故事里 现实中的人参果 虽然不能像传说中那样 吃了能长生不老 但是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机会 您也可以买来尝一尝 那如果您还有关于 农产品的其他的任何问题 欢迎您在我们的 粉丝群里面 和我们互动 我们来帮您验证 帮您解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